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漏水 底下返潮 那是人呆的地方吗 我不是为了攒钱买房子吗 攒钱买房子 等你攒够了钱 你就不用买房子了 你就直接买块地 买一个衣衫放水的 前有照 后有靠的地方 两边轻松落寞 等会儿 我就不信 没有房子 我还找不着对象呢 这话让你说对了 就你这条件 没房子 谁找你干啥呀 离婚 带孩子 你在没个房子 人找你找事啊 找病啊 还是找累赘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不找了 你站 该找还得找 毕竟你还年轻嘛 你站着啊 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 特别好 大个儿 四个六岁 还有固定工作 正适合你 来 这个拿着 这啥呀 队长 这样板间啥也没有 我给你准备的猪马晚餐 谢谢队长啊 客气啥呀 人马上就来了 那个记住啊 这就是你家 哈 再见 这就是你家 这一天 这是我家 这是 队长啊 不对啊 这要板间没水没电呢 这啥嘛 这个 哎 哎 不是 这 这怎么 啥呢 我都 你好 请问 你是不是李雪儿吧 呃 你是 欧阳先生 对 是我 快请进 快请进 哎 哎呀 这小房间收拾的真干净 你看 第一次来你家 也没准备啥礼物 我上个厕所 哎 哎 等会儿 啊 停水了 啊 停水了 你先坐一会儿吧 好 哎 这被整坏了 不是 我整坏的 我也没过去啊 哎呀 那老板太足袭了 我 我明天来我给你买个新的行不行 哎 没事没事哥 啊 这么的 你把包袜上坐这儿 啊行 太不好意思了 你说第一次来你家 我哪今天把这块 又坏了 不是老妹 这个吧 可能是 我没挂瓷是 你看 我换个这个 我这个挂了 你看 挂的 我这个 赔多少钱呢我 不是 这老妹我明天给你买个 一架二根凳的 你看行不 哎 没事哥 你从现在开始 啥也别动了啊 哎 你坐这儿两会儿 行 我现在啥也不动了啊 我怎么觉得我碰啥坏啥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行了哥 咋别乐了 你看到六点了 那你该饿了吧 哎 本来不饿 跟你家像饿的 哈哈哈哈 我给你拍个中风晚餐 哎呀老妹 太接近了 哎 蜡烛 还有狗盘 哎呀 不是 老妹啊 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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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等会儿 我倒感觉不太对呢 你这好像不是跟我相亲 你是要给我送走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哪能呢 这回好点儿没 不是老妹 我说那行不 啊行的 坐哪都行 哎呀 坐吧 哎 哎 老妹 这回我可是没碰 又坏了 这回好 人家听不来你 他就动不了 啊 你一坐就能坐进来 那咋进去啊 来来来哥 不是 老妹 慢慢慢慢的 就进不去 没事你抬高点儿 对对对对 哎 老妹 哎哎哎哎不住了 哎 哎 哎呀 哎呀你们家这仨凳的 就孝林好汉队的队员一样 哎呀 一个个栽冷的 哎 我就说你一坐就能坐进来吧 是我是坐进来了 我就不知道我一会儿还能不能出去 哎 喝 咋喝点啊 哎 行 你还是吹瓶吗 哈哈哈哈 我旋一个得了呗 也行啊 哈哈哈哈 那旋你这不是有杯吗 你就自己倒呗 那不是哥 老妹啊第一次跟你见面 反正那哥就多喝点 来 你自己倒上 我就想 太远了我起不来你看 哈哈 反正呢老妹我觉得你呢 这个人挺不错 我当哥的呢 敬你一杯 哎 汗死的啊 哈哈 他就那样 咋喝呀 不是 这么喝呗 你 不能喝哪 啊 啊 不是 哎 老妹 哎 老妹 干啥呢 把罐呢 这个 哥 哥 我干了你随意 老妹我心多大呀 这酒都搁奶子 哎呀呀呀呀呀 没看见我不好意思 哥 老妹我算看出来了 你是没看上我呀 哎没有哥 我觉得你真挺好的 你可拉倒吧 我就想问问你 你让我咋出去 不是我你别出去 你我给你擦呀 经理经理经理 经理放心 放心经理 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 我也在开手之前 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样板尖 好嘞经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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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你看真不好意思啊 不是 这是整个啥事啊 这是 你别生气啊 哎呀 李雪 等我一下啊 不是 张设计师 你这么晚 你来这儿了呢你 啊 那啥 经理吧 对这个样板尖啊 提出点修改意见 我趁着下班过来抢个工期 不是你在这干啥呢 他谁啊 他 买房的 嗯 他是买房子的欧阳先生 大家都下班的 他非要看样板家 我就带他过来 这么回事 哎 张设计师啊 他正在这儿骂设计呢 你快躲躲 不是不是不是 等会儿 骂设计 那不就是骂我吗 我看咋回事 哎 不行 他骂得鸡头白脸呢 我看看他啥鸡脸 你好啊欧先生 哎 听说你对我不太满意 啊 不是他谁啊 你家钥匙 还带气来 潜伏 他一直揪他我 就是让他爽啊 我给你别走 别老门 老弟 我就对你不满意 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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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地不咋地 你不满意你说出来 这不都结束了吗 还回来干啥呀 责任 你咋不说义务呢 那也没毛病啊 现在 后悔了 没 我一直没后悔 依然喜欢着 没事 我还回来看看 你俩说话 都不是一个事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咱俩一回事 那我到底咋回事啊 怎么你们俩说 你还约我来干啥呀 都怨我 不怨你啊 怨我 为啥呢 兄弟 因为你看到的这一切 都是我精心设计的 哦 设计我 我说的嘛 给我整这杆 动也动不了 帮我食堂撒酒 看八块 是吗 不是 他这块吧 本来就动不了 谁让你坐那的 你啥意思啊 哎呀 哎呀 你别生气 来 我必须站起来跟他说话 慢点点啊 来 来 我就问你啊 这个凳子挪不动 为啥 很简单 怕人坐 凳子怕人坐 放着干啥 摆设 合理吗 很合理啊 这风格喜欢吗 喜欢 我现在就想把你这个屋屋的整个烂头给你拆咯 不用你动手 一会我自己拆 你啥意思 我啥意思 别等一会了 动手吧 行 也该结束了 上人 来 来 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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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别生气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他当初买的 要拿就拿走吧 老妹我算看出来了 合着 当初你啥也没买 都是人家的是吗 这不还有个桌子呢 把桌子也给我抬走 上人 快快快快快 好 没闹 帮我掉 好 好 那个二位 继续 继续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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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桌都没了 张设计师 拆完了吗 哎经理 那个刚刚拆完 哎呀那那什么啊 咱下班以后啊 来个买房 哎呀妈那人 李雪在里边有点 对付不了 你帮帮她 是吗 对对对 那我进去看看啊 行 哎呀 能买啥呀 你看一下整个 一千多新买的 哈哈 李雪 哈哈 哈哈 五露片风 连夜雨 哎 快来快来 听说有人来买房子来了 姐这个月啊 差点业绩 谢谢啊 您好 哎 您好 谁叫谁呀 她咋还有比较钥匙呢 我姐 我亲姐 我先让她回避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梁乃兮 她叫梁乃兮 你叫李雪 她说你亲姐 哈哈 其实 我叫 梁李雪 合理吗 合理啊 你品 你细品 哎呀 怎么样 基本情况 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吧 哈哈 别说基本情况了 特殊情况 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 哈哈哈 那怎么样 决定了吗 嗯 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们有缘再见啊 哎呀 哎呀清理啊 她可能真不想买房子 你懂啥呀 哎呀老弟 啊 像你这种说不合适的 大姐今天已经遇到好几个了 哎呀妈呀 我还合计就我一个人惦记呢 没想到那么多人都排着队呢 必须的呀 我们很抢手的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她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更不合适了啊 哎呀老弟 有的时候啊 你不一定是真的不合适 来说出来 让大姐帮你分析分析 到底合不合适 哦 我自己觉得合不合适还不行 你不要我觉得 你要你觉得是吧 对的 又是这个意思 哎呀 你也有多少存款 不是 这跟这事有啥关系啊 你要是没有 其实也没关系 什么玩儿没有 20万 哎呀 在哪儿工作 补习班 一个月多少钱 8000多 喜欢多大的 就我这岁数还挑啥呀 40以内呗 40以内是不是有点小啊 你啥意思啊 不是 我说根据你这种情况 咋得得选个80往上的 你咋不说一排上上的呢 那也是可以的 我是小磕头 我来找妈妈吗 哎呀 如果呀 如果你现在想住进来 只需要一次性就20万就够了 那我刚才说我要有30万 你是不是让我把30万都拿出来啊 对了 有多少拿多少 这就是投资啊 投资 就这样的 你告诉我回报率个哪呢 妈呀 有个家呀 那太嚣张了 第一次见面 哪好意思管要这么多钱呢 第二次咱们就来不及了 哎呀 这样 你要是不想去自行交集 那每个月咱就多交点 一个月交一千八 交二十年的 你看这样 划不划算 我掉到窝里了 架不合适 玩客也在谈嘛 到时候姐 送你一台大型的家营电器 你别说了 别说啥呀 没看出来吗 他已经心动了 我还心动了 我现在肩都跟着颤了 从我进屋开始 这三把凳子 一个凳子 一个凳子 啥不一身酒 看到没 回首他潜伏上来了 跟我一顿干的 你看屋里班的 啥都没有了 就剩一个承重墙了 这又来个几 上来一次性交我 就二十八 还不够 每个月还得还一千八 我要能跟他处理一下 我就是有病 处理一下 你不是要买我们这房子啊 我买啥房子 我是来乡亲的 乡亲 在我们要买家里乡啥亲呢 啥玩意买买家 不他家吗 李雪 咋回事啊 我太忙了 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队长 今天跟我介绍个对象 怕人家嫌弃我 离婚带个孩子 还没有房子 就让我收下满家 是我家 先把对象相成了再说 我没想到 张设计师来晚你又来 不都瞎玩了吗 你们都这么热爱工作吗 哎呀我的妈呀 你说这事给闹的 老弟啊 对不住了啊 没事 我说的嘛 咋还让我整个八十往上呢 老妹那就是你不对了 谁告诉你相亲 必须得有房子的啊 就因为没房子 我之前相亲 还好几个了 老妹你这种想法他就不对 你说你本来就离异 带孩子 谁能因为你没有房子 就嫌弃你啊 谁也不是跟他房子过一辈子 真心才是最重要的 哥 你真这么觉得呀 再说了我本身也有房子 李雪 你哪不早跟我说呢 我可以给你办一个贷款百分比啊 真的呀 经理啊 我骗你这要干啥呀 李雪 我要批评你啊 你不能因为相亲 就把咱们要满家说成自己家 还有老弟 对不住了 你看今天这事让我给闹的 其实李雪这个人呢 特别踏实 能看出来 那皇上的仨的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行了 你俩接着闹 我去给你办内管 好啊 谢谢经理 慢走啊经理 哥 我觉得咱俩多少点尴尬 要不我给你银手诗啊 银吧 鞋带松了 我也不后悔 魏大哥你我挺憔悴 不是 老妹 你这诗都跟哪儿学的 我刷头给你学的 哥 你也下一个 咱俩互相关注一下啊 心挺大爷 这时候还加资助广告呢 鬼呀 哎呀 不给钱谁能说这话 哥 哥 对不起啊今天 对不起就完了 那不得请人吃顿饭吗 对 那咱俩这么的 接着吃着 来 我这吃啥呀 咱出去吃不就得了吗 走 出去吃 我给你拿包啊 不用 老妹 给我 来 放了 我自己吃一口吧 哥 哥 哥 等我会儿 哥 我会儿子 我给你封锁点